而张志军今天中午抵到台湾之后 过两天会南下跟高雄市长陈菊会面 民进党内抱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对于有生育团体所住宿的旅馆房间 被警方还有饭店人员破门而入 民进党谴责这会成为国际笑柄 他们要透过立法院的党团追究相关责任 到了国台办主任来台 王璋二会随即登场 尽管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有意愿 但却无法见上一面 不过张志军将南下高雄 与民进党籍的高雄市长陈菊会面 党内展开双臂欢迎 我们用正面的态度来肯定两岸的交流 他这一次说要来了解台湾民间 要深入民间听听声音 我认为这个我们应该肯定 自首主权对等民主的原则之下 党内大佬对两岸互访很肯定 不过张志军人还没到台湾 就先爆发抗议群众 因为住进王璋会的饭店 却遭到安全人员破门闯入的事件 绿营决定要向马政府追究到底 为什么每次中国高官来 台湾就真的好像要借 今天如果这个事情 没有一个责任的厘清的话 我想这真是个国际笑话 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这样做 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马政府现在好像都为中国 马首是瞻 那好像事事都仰人比喜 中国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所以这样非常的不堪 细节我也不知道 我认为政府也应该平常心 我们各界都平常心 那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 表达不同意见 这个也是台湾的特色 大陆官员来台 绿营态度开放而不主动 不过抗议张志军恐怕会如影随形 而民进党要保障这些抗议群众的权利 恐怕是站在这群人后面 表达真正的声音 有电梯王世凯刘一轩台北报道